大家好,我是大鹏 上一期视频说了太师苗子必须催养的几个理由 今天说一下催养到什么程度就需要停手了 凡事呢,就有两面形 催出来的鱼好看是好看 但是如果一味的催鱼会导致体质下降 胖到变形 甚至会引起肝脏肥大 挤压鱼飘导致翻肚子失飘 所以催鱼也是要适可而至的 先看这三条实验鱼 这三条鱼是2018年的秋苗 催养到12公分以后开始慢养 每天喂四顿低蛋白的饲料 换水呢也不是特别频繁 同锅催起来的鱼比它们品相要好很多 但是由于催的太狠 抗病能力下降去年底都死掉了 反观这杠鱼采用了先催养后慢养的方式 直到现在状态依旧不错 虽然品相比不上催养鱼 但是胜在状态保持的时间更长 在我缸里也是从来没有生过病 经过此次实验 我更加推崇张持有度的饲养方式 并且开始思考如何通过饲养手法 在尽量保证好品相的同时 也能保持鱼的健康状态 那催成什么样要停手呢 根据我的经验 如果你的鱼背部出现高高的隆起 肚子特别圆 尤其在胸腔的位置出现了明显的脂肪堆积 那么建议您调整一下饲养方式 比如饲料投胃的次数可能要酌情的减掉一两顿 如果您感觉您的鱼已经过于肥胖了 需要减肥的话 那么在减少饲料的基础上 要更换这个低蛋白的饲料 想要鲸鱼壮而不肥 这是一个技术活 新陈代谢是关键 要加大换水频率 比如以前每三天换水一次 可以提高到每天换水一次 直到鱼的体型重新变得匀称健壮 同时呢 要尽量加大水体 给鱼充足的活动空间 来锻炼背部和尾部的肌肉 肌肉多了 脂肪也就少了 好了 今天我们不说太多的方法论 只说主题思想 具体操作呢 还是需要您根据自家鱼的情况 水体和饲料进行自由调整 如果这条视频对你有帮助 双击点赞关注我吧 咱们下期再见